另外一個就是說還是先謝謝各位 雖然已經剛剛謝謝過 不過再次謝謝一下 那現在能夠簡單介紹一下ForceAsia 如果有一個聽過的話 我相信應該我去年或是說之前在CostCorp 或是在其他地方的話 或是或是或是少曾經介紹過 不過還是現在還是跟各位再次介紹一下 我們ForceAsia成立於在2009年的時候 在那個杜拜那邊 有幾位的攤子在那邊舉辦了一個所謂的成立活動 不過說實話那時候只是一個社群小型社群 可是到2019年的時候 我們正式開始有個SAMI活動 然後陸續成為現在目前在新加坡 或在那個遼國在越南 在將近有5個或是6、7個城市裡面有舉辦過SAMI 那目前大概有將近4、5天的活動 會將近3000多人參加 如果各位對於這種開放原始碼 以及說那種開放設計 還有在像是一些分享社群或設計的部分 有興趣的話我們要請關注一下 那另外就是我們在Github上面 也有相關的一些Repository 目前有200多個應該有更多 這個是我上個月接的顧 所以現在也有更多一點點 那我們還有下一句說 我們在明年的3月19號到22號 在新加坡的Live for Long Learning的一個會場 上面有舉辦ForceAsia賞立 那這個會場我們已經使用了4年 那我們覺得是說新加坡是一個蠻開放 而且算是蠻支持一個open source的地方 因為這個場地其實這個場地非常好 而且這個場地非常貴 不過說實話 新加坡政府對於開放原始碼的活動 還算是相當支持 所以說對於我們做起來 還是有相對應的一些補助 那另外說 新加坡聽起來很貴嘛 其實不會 我剛剛查一下我們機票 你台北到台南來回三次 你就可以買一張新加坡機票了 所以說有機會的話還是考慮一下 那另外說我還是剛剛說 我是那個Origal Ambassador的部分 所以說很多會介紹一下iPAC的部分 PICOM APEG就是PICOM ASEAN Pacific 所以說目前確定是在馬來西亞 明年的9月19號到20號 會在沙巴市 那沙巴看起來不知道在哪裡 沒關係 我這邊有地圖給你看一下 在東馬 離台灣的話大概將近三個小時而已 比到東京還近一點點 所以說如果各位在東京常常每個禮拜去的話 你可以考慮一下下一次換個地方到東馬 那目前下一個活動就是上PICOM QSHU QSHU是在那個九州 日本九州的部分 它是一個比較算是地區型的一個PICOM 不過說實話 我覺得可以充分感受到 熊本人或是九州人的那種豪邁跟氣魄 所以想感受一下九州拉麵的話 其實這個好地方 不過說實話 這是熊本的話 我不知道有沒有機會看到熊本熊 我會再問一下 另外一個是日本 PICOM JAPAN是在那個8月幾號 28到29 那目前一樣是在大田市 那下一個台灣 很榮幸 我剛剛還知道 目前確定 那個在PICOM 台灣2020的話 會在台南成大 所以各位如果是有對PICOM有興趣的話 麻煩請利用這個時間 加入目前全台灣最大的PICOM conference 那再來的話 我想跟各位提一下 為什麼PICOM台灣不一樣 我們在PICOM台灣 目前 應該不是說PICOM PICOM community在台灣 有超過九個社群 目前列上去只是說 是有比較活躍性比較高的 其實還有一些比較小的活躍性比較高 不過說實話 大家對於PICOM的任期 還是非常踴躍 所以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 可以看一下 哪一個社群離你們公司 你們家比較近 那今天就考慮去加入他們 那再來就是 我們剛剛說的APEG在馬來西亞 就是在馬來西亞 為什麼在馬來西亞 其實就是說實話 就是因為沒有人選 不過說 有什麼好處呢 有什麼好運訊嗎 就是好吃 好拿 又便宜 因為說實話 馬來西亞價格是比較便宜一點 那在 感覺時間還有過癮 好應該還可以再講一下 這個就是 我想提一下 為什麼我一直挑這個 那個Respect Diversity 因為其實說實話 Python有一個 Python就叫做Python Level Python Software Foundation 他們在前幾年 我就說應該在之前 很久之前就發現到 Diversity的問題 Diversity不只是說在Gentery上面 不只是在性別上面 其實還有各語言方面 還有各方面 所以說在2016年的時候 Python Korea 他們特別把這個東西 當作他們一個Slogan 尤其是Python Korea 2016年也是APEC的活動 所以我覺得 這時候提出 Respect Diversity 這個東西的口號 我是非常非常支持的 最非常歡迎 所以說在之後 我所有的talk在這邊 最後一頁 我都希望可以放到這一頁 好 謝謝